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KARVIS, 我是LISA 以往一路以來我們都是會插拼海鴨的開箱 這次帶來一新東西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有BANDAI, 是BANDAI 旗下的 這裡, 我們就應粉絲要求, 去找BANDAI的產品回來 陸續都有上幾款, 這種是其中一款, 已經在我手上了 在我們購買BANDAI, 我們一樣會帶給你們一個很好的運輸服務 以及很好的售貨服務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對BANDAI的哥斯拉都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多點關注我們 陸續我們都會推出更多BANDAI的產品 敬請留意, 我們現在先開箱 好了, 我們來看看裡面是怎樣安裝的 但我感覺上好像是海鴨的, 會比較好一點 但我感覺上好像是海鴨的, 會比較好一點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BANDAI 的哥斯拉尺寸 是略略比海鴨的, 會比較小一點 海鴨比例的問題, 會比較小一點 而它這裡, 海鴨的塑膠感會比較強 但是一樣, 其實我覺得它的造工也是非常精細的 這個是老牌大廠, BANDAI 大家都很清楚了, 它的質量是 嘩, 所有關節的位置都轉得很OK 沒有問題 同樣, 這款也是非常具有人氣的一款產品 加上最近的哥哥斯拉尺電影的熱度 這款一樣都是2024年出的 我看看這個盒子裡面有什麼 還有一個噴射的射線 這個是噴射的時候的罪可以用來替換的 當然少不了它的爪, 它的前爪 先試試看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插 算了 BANDAI的哥斯拉, 我相信很多博主 都有做它們同類型的插評 我這裡就不多說了 我想說是 CALKYS 都會有BANDAI的一些系列的產品 但是只是因為一些原因 就沒有全部上來 你們想要什麼產品 亦都可以通過我們的網站 來跟我們溝通 在上面填寫資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貨運出來 然後通過email的形式 去發給你們 希望大家踴躍去參與 希望大家踴躍去參與 太太太 大家不知道對於海瓦的格斯拉和 Bandai 的格斯拉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評論區說出你們喜歡哪一款格斯拉 其實海瓦的塑膠品我感覺上會比較強 即是會逼增一點 Bandai 低於路牌大廠的原因 其實質量一直都是無可挑剔的 不知道你們會怎樣想呢? 下期我們都會有越來越多的 Bandai 產品會在這裡展出 大家多點關注一下 今期就是這樣,下次再見,拜拜!